台湾超跑市场热落 根据新车挂台统计 法拉丽近年 每年都有约摆动新车挂台 像光是2017年更是高达125辆 如果包含总大理贸易商 中途车商 超跑的台湾市场销量 每年约50亿元 让台湾成为法拉丽 几位重视的市场 但为什么台湾市场的车厅不安 拥有法拉丽火红的颜色 是很多男人心目中的梦想 这台法拉丽硬顶超跑 迷人魅力在哪里 带您去看看 你看它流线流畅的造型 还有空气动力设计 其实它的整个设计的发响 源自于F1赛车的科技 让你享受F1炸鱼的感觉 纤维陶瓷刹车 对它主要的功用是让你在高速随时拨弯的时候 然后我们有时候会一直踩刹车 那这个刹车比较不容易热摔紧 就是说有软掉这样一件 所以是一个蛮重要的安全性配备 原厂特地为458配置了一套 7速的双离合器自首牌的变速箱 那这双离合器会让它在换挡的时候 更加的顺畅 因为它算是有两组独立的离合器 那当我们已经换完挡的时候 再开的时候 其他另外一组已经在standby了 所以原厂是号称说完全零时差 在换挡的时候 顿挫感也不会那么的明显 那车主在当初新车选配的时候 也有配备了前轴抬身系统 在中央扶手有一个按钮 我们只要按上去之后 前面的车头就会抬升起来 那在出入地下室的时候会比较方便 比较容易会磨到前面的保鲜桿下放 好 这一台车其实还有一个 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在哪里 答案就在这里 进气吧 到底进气吧有什么秘密在里头呢 它有设置一些小型的工艺 那它可以随着速度 还有风向来做改变 一些微弱改变 然后可以让散热的那个洁面机 还有阻力降到最小 然后可以加强车头的下压力 然后还有达到前刹车冷却的效果 它尾灯比较特殊的地方是在于说 它是做一个隆起的设计 那这也是像当初在2002年发表 Andro Ferrari 它尾灯造型来做一个致敬的东西 无论是Ferrari 458 Italia 还是马力同样570匹的 MacLaren 570S 或者是最高急速 同样是每小时320公里的 Lamborghini Huricum LP580 这些千万等级的超跑 无论造型 马力 急速 都性能卓越 也成为很多人梦想中 想要拥有的宝家